哈喽大家好,我是口哲文 这期视频我们来学习编织这款立体的托耳朵蝴蝶结 成品可以用作于发夹发圈 或者是一些装饰 勾织方法简单 线材我们使用的是苏苏解夹的四股金属棉线 勾针我们使用的是一个2.0的勾针 下面我们来开始编织 我们先来编织蝴蝶结主体的部分 左手持线,勾针顺时针绕线一圈 将线带出起针 起针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勾织36个锁针 36个锁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在第一针的一个锁针的半侧辫子 入针,也就是这个位置 入针,勾一个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接着我们勾针从第一个针目的半侧辫子入针 也就是我们引拔针的这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36个短针 这里我们每一针的勾织都是挑它的一个半侧辫子进行勾织的 36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第一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圈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依次对应针目不加不减勾织36个短针 重复勾织8圈 也就是一直重复勾织到第9圈 我们第9圈编织完成之后 勾一个锁针断线 我们断线的时候留一个长的缝合线 接着我们来给它缝合出蝴蝶结的一个形状 我们将我们的一个引拔的这个最后一个针目 放在我们的中间这里 感谢观看 这样我们的一个蝴蝶结就做好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它的一个拖耳朵 我们先取粉色的线 左手持线勾针顺时针绕线将线带出起针 接着我们勾针勾13个锁针 我们13个锁针编织完成之后 返回到倒数第二针的一个里删除入针 依次勾织三个短针 这里我们都是挑它的一个里删进行编织的 三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 三个中长针 三个中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 五个长针 五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在最后一个里删除入针 先来勾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另外一侧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从另一侧的第一个半侧辫子入针 勾三个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入针 依次勾织五个长针 对应我们这一侧的一个针目进行编织 这边我们编织的长针 对应也是编织长针 这边我们编织的中长针 对应也是编织中长针 大家按照图解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 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勾一个锁针 断线 这样我们耳朵的第一圈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圈 勾针从我们的第一个针目入针 将线带出 接着我们放入铁丝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勾针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以此对应针目不加不减 勾一圈短针 我们最后一针编织完成之后 直接勾一个锁针断线 接着我们藏好线头并剪去多余的线头 我们线头修剪完成之后 接着来给它把下面的铁丝修剪一下 我们在底部大概预留一个 一厘米左右的一个铁丝 接着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这个铁丝给它打弯 给它直接卡在我们这个位置 这样我们的一个拖耳朵就编织完成了 按照同样的编织方法再编织一个 总共是两个兔耳朵 两个耳朵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制作它上面的这个球球 也就是小兔子的尾巴 我们取白色的线 然后我们大拇指捏着这个线头 然后将线在我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开始绕 大概绕20圈左右 绕好之后我们再剪一段线 然后把我们这个绕好的这个线圈 给它 打个截 这里我们多给它系几圈 给它固定好 固定好了之后 我们来给它修剪一下 我们这个小绒球修剪成合适的大小之后 接着直接给它系在我们蝴蝶结的一个正面 我们直接在背部给它打个死结 我们上面的小兔子的尾巴固定好了之后 接着我们来把耳朵给它粘合在我们的主体上面 耳朵粘合完成之后 我们立体的脱耳朵蝴蝶结就编织完成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